中共的政治和经济真的是出了大事了 那首先呢 两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四大议场 其中呢 取消总理记者会不仅是让外界吃惊啊 就连中共党内也很吃惊 大家知道之前总理出访的时候都是要搭专机的 可是李强是自己降级搭包机 李克强为什么消失了 祸同口出嘛 所以对于李强来说 他就现在第一个是怕功高震主 第二就怕祸同口出 第三呢 是怕信守年来看看二谈 因为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 有一口大锅要背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外交 中国的这个政治 这个锅谁来背呢 你假如李强表现得好 当然就相当于把这个锅甩走了 你这个很听话 所以他很知道说 把自己摆到奴的位置 而不是摆到主人的位置 那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说呢 第一呢 他是要效仿毛泽东 他是要达到绝对的独裁 绝对的极权 所以呢 他就是要让党内的声光 基于他一身 第二呢 我觉得他是 也不希望有任何不和谐的声音 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下 由别人说出来 这都是推翻了党政分离的 这个改革的原则或者一个思维 所以说可以是说是 开历史倒车的一个做法 那么可以预期呢 以后国务院就会彻底变成 一个党的执行的机器 独裁者会加强独裁 然后独裁呢会衍生暴政 然后暴政出来之后又加剧了独裁 也就是说这两者是一个 互为因果但是会相互催化的一个关系 李强呢是变成了三无总理 无权 无声 无用 那中国经济也变成了三无 无意愿 无能力和无机会 但是中共无机会 中国就有机会了 完整版在新闻五人行独立频道 请点击置顶留言或搜索新闻五人行 订阅我们的独立频道